近日,渤海追兵,数架歼15000载战斗机,挂载多型水弹接连升空,拉开了一场多批次多架次实弹射击训练序幕,为最大限度贴近实战,此次训练设置了多机编队飞行,海上超低空突防等实战化科目。 战机刚升空,无线电变传来,即将进入敌防空雷达区制令,飞行员立即操纵战机下降高度,巧妙规避低雷达搜索,采取超低空突防战术,隐蔽抵击目标区域,3号进入,可以进入,第一批战机抵达靶场后,飞行员留号工立刻驾机爬升高度,转入攻西航线,战机在云层中若影若现,飞行员紧握操纵杆进入俯冲,调整姿态,瞄准把镖。 随着座舱平线上的棱形框牢牢锁住目标,飞行员果断扣动发射半机,树莓火箭弹呼啸而出,把标中心瞬间扬起树米高烟尘,伴随着低沉的轰炸声,目标被成功摧毁,紧接着第二批战机呼啸飞敌靶场上空,继续对敌目标实施凌空轰炸,随着最后一架战机安全着陆,此次实弹射击任务圆满结束。 记者了解到,飞制导武器实弹训练难度高,风险大,部分参训飞行员更是首次驾驶该型战机进行实弹射击。 为确保训练任务顺利完成,该部针对实弹射击任务的难点、读点、风险点,通过邀请场所专家授课答疑,召开教学法研究会,组织特勤演练等方式,精行准备,消除风险。 在确保安全顺利的基础上,进一步锤炼了飞行员、海上托房和实际使用武器能力。